好,各位骑友大家好,那这番棋是今天11月10号进行的L级杯半决赛 由黑方柯杰对战白方深圳旭,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开局,柯杰选择错小木,然后深圳旭二连星,黑棋大跳,白棋小飞挂 一般来说黑棋走这个小飞也比较多见,白棋告差 实战,柯杰走的是二肩地甲,可能还是想主要发展右边这一带 等白棋飞压的时候,黑棋也没有冲断 冲断的话,这个后续的变化就非常的复杂 实战走的也比较简明,爬完之后二路飞,白棋阵头 如果说往下来一路,那黑棋就靠出,再往前一场,简单为空 阵头,黑棋往这一点,这也是现在非常流行的一个走法 白棋穿向眼,然后黑棋再往前一飞 实战,白棋从上方逼住,黑棋再从这儿飞过来 主要是这手飞还是非常严厉的 因为白棋如果说想把这一带处理好,简单贴住 跟黑棋走一个里合外的交换,那白棋感觉不是很满意 首先右下方这个棋形还是比较局促 然后开局就让黑棋中间走的比较厚啊 对于后续的这个作战,对白棋来说肯定不利 所以说实战深圳区还是简单贴下去 黑棋挂脚,白棋再往上方一碰 这也是对付这个大跳,白棋逼住之后 后续的一个常用的手段 黑棋下班,白棋反班,黑棋断打完之后沾上 白棋二路立,黑棋再往二路一飞 这个都是常规的定型 那接下来上方这个拆尖夹是一个好点 AI认为在走这一步棋之前还可以选择尖顶 再拆过来,这个意思呢就是两边都想走到 实战,深圳区直接选择夹击 当然黑棋也可以直接点三三 科捷是先在上方 小肩,白棋挡住,黑棋一虎 做了这两手棋的交换 这个交换看上去好像比较俗 把白棋上方全部撞后了 但是呢 这个意图就是 因为以后白棋在旁边点 这个可以冲击黑棋的保卫 那多了上方这两手棋的交换 对于这一代的战斗就有一些帮助 这个是黑棋的意图 看实战,黑棋点三三 白棋挡住,黑棋再一爬 那这个场合下,其实白棋选择 二路搬瞻这个定势也是可以的 黑棋往前一跳,白棋单长 黑棋二路小肩补齐 白棋可以凑一个步调 先点过来 因为这个地方,黑棋肯定不能被压住 不然的话,白棋这个太厚了 黑棋小肩出头的话 白棋刚好往上一飞 在上方补牢 这也是一种下法 实战,白棋还是选择 最为普通的定型 黑棋跳出 然后白棋再往右边一点 因为右边这个地方肯定是主战场 白棋肯定不愿意让黑棋全部成空 至于这个思路就有所不同了 白棋也可以选择小肩 直接跑出这两颗子 不过这个走法也属于虚晃一枪 黑棋罩住的时候 因为白棋直接冲出来可能不太好 断的话黑棋单长 这颗子白棋现在暂时也抓不住 不过白棋可以先进行一些交换 比方说在下方点刺 黑棋要是补断的话 那白棋再往上方冲断 这个就是一个次序 黑棋要是在上方贴住 那白棋可能就把上方这几颗子看清了 直接冲击黑棋右边这一块 因为黑棋很薄 这个是一种思路 还有就是整体跑出 比方说往右边一跳 不过这样下黑棋可以抢到一些手 先把下方这个薄位全部补好 白棋呢就通过左边这个缺口继续突围 形成跟黑棋互跑的一个局面 这个时候就可以看出来 刚才柯杰在上方选择肩顶 然后再一虎 对于黑棋现在出头非常有帮助 这个是形成一个作战的一个局面 实战 神圣旭是往这点刺 黑棋往上一飞 因为这个时候黑棋肯定不能考虑单关连回 这样的话这个效率太低了 然后上面再被白棋先动手 黑棋完全不行 一定要选择反击 飞出来把白棋分断 那如果说白棋稍微暴躁一点 也可以直接在这冲断 先在中间形成一个战斗 至于上方 后面再说 那实战 神圣旭是选择小坚 还是想跑出来 那黑棋要注意 因为右边这个地方 现在这个棋形比较薄 所以说黑棋先跑出上方这一块 并不是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 让白棋在右边先动手的话 黑棋不太行 那如果说黑棋小坚 强行封锁呢 这个地方还是黑棋气比较紧 所以说也比较勉强 白棋这个段肯定是个先手 黑棋上方要补棋 然后再往旁边冲断 刚好利用这个相似段子的一个手筋 把这个棋筋吃住 那被白棋这样全部连通 黑棋下方还牵了一手冲断 也不是非常理想 所以说实战 柯杰选择飞锋 但是我们要注意到 这个地方 黑棋这个保卫 始终存在 白棋靠出 黑棋在一班 白棋单场也是个先手 这个地方呢 黑棋一定要先挖一个 如果说直接在上方补断 那旁边的这个断点 可能就顾不上了 先挖一个 这个也是 紧住白棋的气 如果说白棋从上方打持 黑棋沾上 白棋一提 黑棋在旁边沾上 虽然说这儿拔了一朵花 但是呢 白棋还要忙着往外出头 黑棋可以顺势打持 这儿滚包一圈 然后顶住 因为这个地方 黑棋现在不能吃掉 旁边这两颗旗筋 不然的话 被白棋往这儿冲断 黑棋这儿被分断的话 肯定也不行 所以说黑棋要补一手 这样的话呢 白棋顺势突围 总的来说 想要封锁白棋 并不是非常容易 黑棋要考虑的就是 怎样通过攻击 获利 然后实战 深圳旭从下方断打 黑棋沾 白棋打持先手 黑棋沾上 白棋再一冲 黑棋单退 白棋再一冲 那很明显 这样的定型 双方就形成了一个转换 黑棋继续单长 白棋再一冲 黑棋断掉 这个地方确实还是 比较有难度 因为第一杆 可能是想往二路利 二路利的话 正好这个二路露着风 以后这些残子 可能还能 捞回来一些木属 但是这手断呢 主要是关系到 这个局部的后保 断掉之后 很明显白棋外面 还有个断点 白棋二路斑 黑棋顶住 那接下来就是 白棋面临选择了 这个地方 二路的这个断 到底是补还是不补 补的话呢 也存在一个问题 就是下方这手飞 这个要点 会被黑棋先占据 这样的话 黑棋这个头就昂起来了 本身白棋可能会 飞压在这 把黑棋的位置压低 顺势扩张右边这一块 但黑棋飞起来之后 白棋其实右边的 这个潜力 基本上就已经被限制住了 然后白棋如果说 以后往上方一扇 黑棋也都能防得住 所以说可能 深圳叙事考虑到 右边这个价值 现在并不是很大 所以说选择拖签 再下方一跳 继续扩张模样 但是右边呢 以后会存在一个问题 就是被黑棋二路点 然后再连回 可能直接就跑出来了 再次跟白棋 形成一个作战的局面 当然现在黑棋可能会先保留 但外面稍微比较厚的时候 这个手段还是会非常严厉 好 那实战 白棋往这一跳 总的来说 形成一个这个转换 这个局势啊 还是非常接近 好 那我们根据这个棋局的进程 稍后给大家带来后续的解说 好 各位旗友打好 那我们继续回到 今天11月10号 进行的LG杯半决赛 由黑方柯杰 对战白方 上一节视频我们知道 在右边进行了激烈的战斗 最终双方形成一个转换 那这个局势 现在还是差不多的一个局面 白棋往前一跳 继续扩张右边的模样 这个时候其实黑棋的选择也非常多 可以先点33 进行一个转换 那实战 黑棋选择挂脚 那白棋小肩 这手棋也是个先手 瞄着脚上二路飞 直接就影响到黑棋的根据力 所以说 柯杰马上选择冲完之后 再补棋 白棋往左边靠压 想把这个下方 以及右边这一带的模样 全部呼应起来 那接下来的主战场 就在这一带了 AI还是非常暴躁 这个时候 居然就让黑棋 直接在右边动手 因为这个手段 是一直存在的 白棋如果说 往外一虎 出头的话 黑棋顺势冲出 这样的话呢 就会形成双方互跑的一个局面 可能AI觉得这样 走着走着 黑棋自然而然的 就把白棋下方的这个空压缩了 这个是AI的一个思路 那实战科捷下的还是比较稳妥 先在左下方定型 搬完之后 直接尖三三 这个也是一个场合的下法 如果说黑棋二路小尖 白棋肯定尖三三 这样的话 如果说被白棋下方的这个空 连脚带边全部围住的话 这个目数还是非常可观 而且黑棋要想发展左边的空 不仅要把这边贴起来 上方这个头也要贴起来 所以说黑棋想要违控 还是有些难度的 所以说科捷直接选择点三三 这个棋的思路呢 就是如果说白棋挡住 还是一心想要扩张模样的话 白棋付出的代价就是 把角控全部让给黑棋 那账下这个风险就非常大了 我们可以注意到这个时候 黑棋四个角全部拿到手 很有可能就形成一个 四角穿心的局面 而且白棋这个大模样 因为还存在右边的这个隐患 所以说违控这个难度也非常高 这样下白棋风险太大 所以说实战深圳序 还是选择虎一个黑棋二路飞 这样的话顺势就把白棋 下方的这个空啊 全部破坏掉 白棋冲 然后黑棋挡住 当然现在白棋的这个选择也非常多 如果想要继续在左下方定型的话 首先这手挖肯定是不能考虑的 这个被黑棋吃在外面 白棋打吃 相当于刚才是搬完之后 连搬的这个定势 白棋左边还被限制住了 那白棋肯定吃亏 这个是最不能考虑的 那如果说断在脚上 黑棋打吃白棋反打 这个可行 白棋一路立足度 黑棋往前一挤 这个时候白棋要注意 只能选择站上 站上的话呢 先把黑棋切断 然后再扩张右边的模样 比刚才要好一些 白棋不要断打 断打的话被黑棋往下方一断 那这个地方要出棋了 所以说白棋往左边一段 可以考虑 靠压也是一种选择 靠压的话呢 坏处就是会落一个后手 好处就是把这一袋 全部连成一片走后了 但是这个地方 白棋走后的话 似乎没有太大的作用 首先黑棋脚上这个死活 肯定是没有问题 然后白棋在这一袋 也没有太多的木树 可以围出来 这样下白棋也稍微有些不满意 那实战呢 深圳旭还是比较忌惮 这个右边的手段 所以说在中间补了一手 那比较契合 黑棋肯定要在左下方补棋 至于补在哪 也需要斟酌一下 如果说虎在外面的话 肯定外面的这个棋型 更加有弹性一些 但是缺点就在于 被白棋二路夹打吃先手 以后黑棋左边的这一手 自然就不是一个先手了 因为不存在这个二路扳回的问题 那实战柯节选择 虎在脚上 这个好处就是以后外面沾 还瞄着这个二路扳回 但是外面这个棋型弹性 跟刚才相比就差一些 实战白棋断打 接下来这个主战场肯定还是在中间这一块 黑棋如何破空 那这个时候AI的这个胆子还是非常大 就直接选择深入进来 这个选点可以说是非常强势 因为很容易就会被白棋全部包围 黑棋往下一跳 白棋再往上一飞 黑棋贴住 白棋顶住 可能最终黑棋还是要考虑 在这个空里面做活 但是这样下感觉风险还是有些大 因为周围全而白棋的子 这个黑棋的眼位也四处露着风 可能如果按照AI的思路 觉得这样黑棋的效率最高 但是这个风险也是一直存在的 那实战呢 柯杰是往左边来了一路 那很明显这样下就更加安全一些 比方说白棋从外侧封锁的话 首先黑棋可以先把这颗子跳回 因为上方这个二路点 然后连回还是要威胁白棋的这个联络 而且关键是下方这一带还多了一个断点 这样的话白棋会非常麻烦 白棋要是补棋 那很明显黑棋这个坐眼的空间 比刚才要好很多 这个是柯杰的一个思路 所以说白棋直接在外侧封锁 可能最终会落空 那实战深圳序走的也是比较实惠 就在这儿围了一步 先把右边的这个空拿到手再说 那接下来呢 AI推荐黑棋直接靠进去 但是这手棋感觉难度还是有些高 不太容易能察觉 当然黑棋比较简单的思路 就是在这一带已经是先手压缩了白棋的空 这个时候就可以着手发展这个左边的潜力了 这也是比较正常的一个思路 实战柯杰继续往前一跳 毕竟多了一手交换之后 中间这一带会更加安全一些 不管是这个眼位还是出头 都会比刚才要好 白棋如果说贴住 那黑棋抢一个先手 再往左边围空也不迟 那 深圳序肯定不愿意落一个后手 所以说选择小尖 希望黑棋沾上 但是这个地方 其实白棋反而会出现一些问题 就是右边这手靠住非常严厉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带的变化 白棋要虎一个 黑棋再一冲 然后单长也是个先手 这样的话二路点先把白棋分断 打持 把这一带的棋延长 再往中间断打再一长 这个也是先手 所以说白棋要补齐 黑棋再连回 那右边直接就形成一个对杀 当然这个地方也比较复杂 需要比较严密的一个计算 但是只能说这边这手靠 始终是白棋的一个隐患 那黑棋当然现在往左边围空也是可以的 包括在围空之前 先往上跳刺 压缩白棋的空 然后多了几手交换之后 再把这一带的空撑出来 那AI的选点是跳刺在这里 因为黑棋的联络还算是比较完整 实战科捷的思路也差不多 只不过是往左边来了一点 但是这样下 毕竟黑棋中间还有一块比较薄的棋 如果说白棋现在选择点刺 然后再往左边一飞 黑棋还是会有些危险 可能会面临被缠绕攻击 然后有了Z手飞 以后白棋往左边靠下去 白棋左边这个模样就可以撑出来 所以说黑棋的Z手棋 其实还是有些冒险 那实战呢 深圳序下的还是非常稳妥 就从二路连回了 那这个地方感觉白棋是在积蓄力量 之后再跟黑棋作战 好 实战科捷还是选择在右边动手 只不过是简单在外侧断打 稍微获得一些木树上的便宜 那这个时候白棋补棋 基本上这一代就没有棋了 白棋可以选择 像实战一样在二路站上 只不过这个外面的味道会差一点 当然往中间站上的话呢 这个味道会好一点 但是很明显右边有一个二路打拔 这个是黑棋的先手权利 深圳序还是选择补在二路 然后科捷这个时候也是思路非常的灵活 就直接选择在左边打持 然后继续二路打持 开这个结 因为右边啊 虽然说黑棋这些子全部被白棋吃掉了 但是留下来的结材非常多 白棋打持之后黑棋再提结 这个结白棋还是非常勉强 那AI的建议呢 是白棋干脆就在中间补一手 先把这一代补后 然后再开这个结 这个是AI的一个思路 而且这样补了一手之后 黑棋的结材相对来说也会少一些 那实战 深圳序果断选择反击 在中间冲出来 那这样的话 这个局势又变得非常复杂了 首先左边还有一个结的存在 中间呢 这个地方黑棋的棋形好像也稍微有些问题 总的来说这个局势还是非常漫长 好 那企友们 我们根据棋局的进程 稍后给大家带来后续的解说 好 各位企友大家好 那我们继续回到今天11月10号进行的LG杯半决赛 由黑方柯杰对战白方深圳序 上一节视频我们说到 柯杰想要利用右边这些残子 然后跟白棋开左边这个结 认为结材比较有利 然后深圳序直接往中间一冲 进行反击 现在这个局势就变得非常激烈了 我们来看实战 黑棋往右边切断 然后白棋贴住 右边这块 如果说黑棋直接动手的话 能不能行得通呢 比方说黑棋双一个连回 但是白棋冲完之后 有一个收气的好手 就是往这一挤 黑棋打吃 白棋爬完之后再往这一挤 这样的话黑棋就是一个假野 再进行收气 可能就要被一气闷了 所以说这个地方直接动手肯定不行 只能做位阶材 柯杰选择在左边断打 白棋提截 黑棋再往右边一双 然后深圳序往二路一跳 黑棋提截 但是虽然说黑棋右边的劫财很多 但是白棋的劫财同样很多 首先就是右下角 冲一个 这个是绝对的劫财 白棋提掉 黑棋再挡下去 这边白棋肯定要继续收气 挤住 然后黑棋再提截 白棋在右下方二路断 还是一个劫财 不走的话直接往脚上一掌 黑棋下方这块棋的死活就出现问题了 所以说只能打吃 白棋再提截 黑棋往右边一沾 这个地方白棋还是要跟着走 不然的话黑棋直接从左边冲出来 这个地方 如果说黑棋可以长气 那白棋右边这个对杀就不行了 所以说白棋二路夹 然后黑棋再提截 这个时候白棋再往上方压束 那这个棋型普通来说 黑棋肯定会选择单长 但是柯杰肯定也意识到 全盘的劫财可能并不领先 所以说这个地方单长的话 以后白棋冲下去是一个劫财 二路断还有劫财 这个黑棋肯定不行 所以说黑棋沾上 但是这个头没有长出来 以后想要再为左边这块空 黑棋可能还要浪费一手棋 再搬住 所以说这个截 不管怎么样 至少左上角黑棋这手沾 肯定是吃亏的 看实战 白棋继续踢截 黑棋再往右边搬住 这手棋同样是个先手 白棋肯定不能让黑棋成器 或者说突围 只能选择切断 黑棋再提节 当然白棋这个一路利 还是一个本身结 那下一手棋 这个AI的推荐 有点看不懂 就是往上冲完之后 突然在上方定型 这个地方 为什么要着急定型呢 总感觉 有点卖掉这一代的味道 而且黑棋自身 可能还需要补棋 确实这一代 不太理解这个AI的思路 我们来看实战 实战 可洁继续打持 白棋再提节 然后黑棋往右边一冲 还是一个先手 不走的话 很显然旁边有一手切断 而且以后旁边切断之后 中间打持完之后 再一沾 这个地方又要穿出来了 白棋要是切断 黑棋往上拐住 直接要吃住中间 这四颗棋筋 所以说白棋只能跟着搬住 黑棋再提节 这个时候 深圳续选择沾上 其实这个时候 局面是非常复杂的 然后柯杰选择在中间挡住 这手棋呢 主要是一方面 先把这一袋包扎住 然后呢 以后往中间贴住 也可以紧住白棋的气 白棋必须要跟着走 如果说白棋切断 那就更复杂了 可能切断 白棋在中间这一带 继续纠缠的话 可能还会给黑棋 制造出更多的节材 所以说深圳续呢 也是直接就把这个局面 走得比较简明了 就直接提掉 黑棋在上方贴住 白棋站上步棋 黑棋在提节 白棋二路打持 黑棋反打 如果说这个时候 白棋提节的话呢 黑棋就在中间搬住 这手棋还是个先手 我们来看为什么 白棋不走的话 黑棋中间打持再一打 已经出棋了 所以说白棋要跟着补棋 这样的话呢 黑棋先手把这个缺口补牢 再往上跳刺 这手棋 白棋上方也需要补棋 这样的话 把上方两个缺口补住的话 黑棋中间这一块 突然又多出来一些潜力 这个足以弥补 这个左边这个节的损失 所以说这个是科节的一个思路 那白棋当然也可以选择 在左边跳一个破空 这个就是刚才黑棋选择 沾上补棋的一个弊端 现在被白棋跳在前面 左边的这个空肯定是围不成了 黑棋要是再提掉 白棋这个节其实也不怕了 因为白棋除了刚才在右下角 右上方也有节材 就是打吃完之后 如果说黑棋消节的话 白棋把这一提也是非常有收获的 那实战白棋还是选择单长 这个地方被黑棋先手搬住的话 还是不太满意 先破坏黑棋中间的潜力 而且尝到这一下之后 黑棋中间这块棋 马上又变薄了 又是一块固棋 黑棋搬头 黑棋要是左边提掉的话 跟刚才结果差不多 就是白棋还是可以利用这个右上方的节材 黑棋还是有些不划算 而且白棋抢到一个先手 再往旁边一飞 黑棋中间这一块也要受到攻击 所以说这个时候就不要去提这颗子 使战黑棋扳头继续在左边唯控 那接下来 正常来说白棋应该选择反扳 然后在这一代定型 或者说白棋直接往左边飞也行 继续压缩黑棋边上的空 这个是比较普通的一个思路 那实战呢 深圳旭可能觉得现在的局势已经非常不错了 毕竟通过这个截针 白棋右边这块空已经全部围牢了 然后黑棋的收获其实比较小 中间这块棋虽然说交换到棘手 但是还是一块固棋 所以说深圳旭的下法呢 是选择提掉之后 再往上一飞 这样的话左边这两颗子就彻底连通了 但是其实这个时候白棋还是有比较强的手段 就是往旁边点一个 这手棋一方面想要破空 黑棋要是简单围一步 那白棋肯定是便宜了 黑棋如果说冲出来的话 白棋搬完之后再一长 黑棋贴住 白棋再往这切断 这颗棋筋 黑棋也是暂时没有办法抓得住 但是唯一不好的地方就在于 黑棋中间这一块 可能会比较容易处理 所以说深圳旭呢 就简单往前一飞 然后刻结 就非常开心的把左边的空围住 那其实这个局势走到这儿 最为关键的地方 就是中间这一带到底如何定型了 其实黑棋全盘的使控还是不错的 AI的走法呢 就是白棋往左边一碰 在这儿借近 同时对于黑棋中间进行一些威胁 或者说白棋这个时候 把下方这个缺口补牢也可以 至少这手棋还带有一定木属 只是黑棋往中间出头 会变得比较顺畅 所以说深圳旭实战下的也很凶 就直接 飞刺过来 给黑棋非常大的这个压迫感 但是白棋也有一个问题 就是以后被黑棋往下方大飞的话 就算能吃掉中间这几颗杆子 杆子这个木属其实也并不是非常多 可能不如刚才在下方补一手 实惠一些 那实战深圳旭选择飞刺 刻结在大飞之前先往上跳刺 这个地方是黑棋的先手权利 白棋打持 黑棋沾上 白棋再一冲 其实这个地方白棋还是有些薄位 黑棋会存在这个二路跨段的手段 如果说白棋冲段 那黑棋往这一段 旁边有一个冲下去 左边有一个打持 可能就要出棋了 但是白棋呢 也有一个可以撑得住的手段 就是往二路一夹 黑棋冲下去的时候 白棋再反冲 虽然说这样看上去 可能这个空被压缩了 比较委屈 但是白棋还都能连得回 所以说 刻结也没有选择这个跨端 而是先往上一冲 这个就看得比较清楚了 在一段 白棋打持 黑棋上方一扳 白棋在补齐之前 先往上打持 提掉 补掉这个双打持 那上方这一代就算是定型了 然后刻结强到这个要点 白棋靠处 还是对于黑棋的联络 想造成一些冲击 那其实下到这儿 双方的局势又非常接近了 本身左边这个结 黑棋是比较亏的 因为并没有获得太多的收获 但是白棋的战略呢 是想威胁黑棋中间这一块 从而 让科结也把左边这个空啊 就非常容易的围住了 所以说白棋等于说 是先付出了一些代价 那这样的话 关键还是要看中间这个定型 好 那棋友们 我们稍事休息 根据棋局的进程 稍后再给大家带来后续的解说 好 各位棋友打好 那我们继续回到今天 11月10号进行的LG杯半决赛 由黑方柯杰 对战白方深圳序 上一节视频我们说到 左边这个杰针 柯杰稍微有些勉强 那之后的局势呢 黑棋稍微落后一些 但是白棋在左边 让黑棋简单为空 转而进攻中央这一块的话 那黑棋的局势 现在也缓和了不少 那双方是一个军事的局面 接下来就看中间这一代的定型 实战柯杰往上大飞 然后深圳序选择靠住 黑棋一搬 白棋挖完之后再一挖 这边也是白棋的一个组合拳 这个时候黑棋肯定不可能考虑 从右边打持 不然的话白棋从下方双打持 那黑棋直接崩溃 从左边双打持的话呢 白棋可以沾上 等黑棋提掉之后 白棋再往二路断打 这样的话黑棋也不太好处理 所以说实战柯杰也是下出了AI的一选 就是往右边一长 这一手棋是一个好奇 白棋冲出来之后 黑棋再往上一搬 如果说白棋反搬 黑棋直接断打完之后再一提 虽然说中间这一块被切断 但是黑棋在下方获得了不少目鼠 这个转换过后总的来说 也是一个军事的局面 实战深圳续走的也是非常拼 还要把左边沾上 黑棋沾上之后白棋再一搬 那这样的话白棋的目鼠会比刚才好一点 但是中间这一块显然白棋还是会有些保卫 实战黑棋反搬 白棋直接切断 然后柯杰往中间一虎 这一手棋也是瞄着下方这一手断打 所以说白棋单长 黑棋顺势搬出 这个时候如果说白棋只是吃住中间这几颗子的话 其实收获还是比较小 简单收官 那黑棋还是非常有机会 那AI的建议是白棋在下方团住 还是一个收官的思路 我们来看实战 实战深圳续突然使出杀招 在左边靠住 很明显想在左边借近 然后对中间黑棋这一块造成威胁 那这个时候如果说黑棋单退应该会好一点 白棋虽然说可以在上方搬住 但是黑棋挖瞻 白棋左边这个地方有断点要补 黑棋中间在顺势往外出头的话 其实黑棋应该是可以连回 没有太大问题 左边的空也可以全部围住 这个是黑棋现在最为明智的一个选择 但是实战科技也选择 站上 虽然说上方比较厚实了一些 但是左边很明显有一个缺口 而且正是因为如此 深圳续往中间一长 当黑棋站住之后 白棋往旁边一并 这一手棋是个妙手 首先黑棋左边不能再跟着走了 不然的话白棋往上方拐住 这一块黑棋直接被闷住 显然不行 已经出不了头了 那黑棋实战是挖了一个 这个棋是希望白棋打持 然后黑棋顺势冲出去 这两手棋交换肯定是黑棋好 但是深圳续不为所动 直接往左边一飞 确实这个地方已经出棋了 黑棋站上 白棋冲 黑棋切断 白棋再往二路立 黑棋挡住 那这个时候白棋最为凶狠的走法 就是往二路跳 因为局部还是会形成一个结针 那这样下的话 白棋的目鼠会好很多 或者说白棋一路点也可以 黑棋挡住 白棋收棋 也是一个结针 实战深圳续选择一路斑瞻 其实在这一代 白棋这样下的话 还有个陷阱 如果说黑棋选择收棋 那白棋打持 黑棋提结 白棋再提过来 就形成一个连环节 那黑棋肯定不行 所以说科捷 在这里指此一手 直接提结 白棋往右上方一冲 黑棋挡住 然后白棋再提结 黑棋上方断打 白棋沾上 黑棋提结 其实这个地方 这很明显就是 白棋基本上没有负担的一个结 本身就是黑棋的空 就算白棋这个结打输了 其实稍微在其他地方 获得一些便宜 肯定是白棋满意 所以说左边这一带 科捷的这个处理 出现了一些问题 然后白棋冲出 黑棋反冲一手 白棋再提结 下一手棋 黑棋也是稍微有些小问题 就是应该选择二路爬 很明显二路爬 这个木树要好很多 如果说白棋不走的话 这一带还有棋 黑棋冲 白棋只能沾上 然后黑棋再连回 那这个木树就非常便宜了 所以说找结材的话 黑棋还是应该选择二路爬 实战科捷走的是一路斑 被白棋打吃 黑棋再提 那很明显 这边是一个损结 又亏了一些木树 白棋沾上 黑棋在上方一斑 白棋再提结 然后黑棋右边打吃 白棋沾上 黑棋再提结 白棋上方打吃 黑棋提 白棋再提结 黑棋右边沾上 这个时候白棋最好的一个补棋方式 应该是在二路打吃 因为这边已经出不了棋了 黑棋要是切断的话 白棋拐打 黑棋提 白棋站上 这个木树要比实战稍微便宜一些 那实战深圳序选择站上 可能也是现在这个时间上比较紧迫 可能来不及考虑这么多 黑棋提结 然后白棋再往上方一搬 实战科捷选择切断 这个地方切断肯定木树好一些 但是 切断的话 白棋以后还多了一些结材 如果说黑棋沾上 虽然说亏一些木树 但是白棋的结材会少一点 这个就是区别 实战科捷还是把这一代撑住 断吃这两颗子 白棋提结 然后黑棋在右边收起 白棋在二路打吃 因为右边现在暂时也出不了棋 黑棋提结 白棋再提过来 黑棋收起 这还是一个结真 然后黑棋收起 白棋打吃 黑棋提结 白棋在下方切断 黑棋提掉 白棋再提结 黑棋战胜 这个地方白棋肯定要补齐 再打吃 收起 然后黑棋提结 白棋在下方团住 这个时候黑棋已经不能跟着走了 再走的话 首先 比如说 比方说在二路打吃 白棋以后打吃 这还有结材 然后中间 刚才我们说到 黑棋选择断吃 白棋也有结材 但是黑棋这个结材的数量 肯定是不够 所以说走到这儿 黑棋也非常无奈 只能选择消结 然后白棋在二路打吃 这样的话形成一个转换 黑棋的空就不够了 我们刚才也说到 本身左边就是黑棋的空 然后下方又损失了一些木树 刚才在右边也找了一些损结 所以说 这个时候 接下来的棺子 其实已经不影响胜负了 我们快速放完 那最终的结果呢 是白棋赢了三木半 那我们来总结一下这盘棋 从开局阶段 双方在右边形成了一个转换 其实这个时候还是差不多的一个局面 然后柯杰 构思也非常好 就是利用右边这些残子 跟白棋去拼左边这个结针 但其实白棋的结财也挺多的 所以说黑棋并没有占到太多的便宜 转折点就在于 深圳旭选择在左边 让柯杰简单把这个空围住 然后转而进攻 中间这一块 但是这个时候 其实反而不太好 黑棋抢到下方这手大飞 柯杰已经挽回了这个局势 双方又重新回到一个差不多的局面 但是 在后来 白棋选择在左边靠住的时候 柯杰这个时候还是应该 简单连回 这样的话 至少中间这一块出头肯定是不成问题 左边的空也可以围住 这样的话 双方还是一个非常细腻的关子棋 但是实战 柯杰选择 在上方沾上 这样的话 左边就有些薄了 很明显白棋 通过 让黑棋中间出头 然后再往三路一飞 这个地方就形成一个结针 关键这个结针 是在黑棋的空里面产生的 对于白棋来说 就没有太多的负担 最后黑棋只能 找一些损结 这样的话 这个空就不够了 然后最后白棋在下方找结材的时候 黑棋也只能选择的转换 可以说 这盘棋也是 非常的可惜 好 那就给其友们带来到这里 好